哇,看看这个,攀岩,什么乱七猫全有啊,还有这种就是NinjaCourse,哇,真的是超级丰富,还有这种灌篮,小孩啊过来玩,玩一下也挺不错的, 哇,我得找这个,蹦的高一点这个地方,然后训练一下,我主要是今天还是有个目的,我今天想见一下这个前功班后功班,对,我现在在这边练前功班,然后呢,它这个前面啊,没有那个Full Pit,它前面是一个气垫,看一下气垫的感觉,哇,我觉得比那个Full Pit好一点,因为刚开始你会感觉跳上去,可能摔的还是很疼的,但是,但是其实呢,它这个, 这个,不像Full Pit,你是不可能在Full Pit站稳的,在这个时候,你可以模拟站稳的这个感觉 来吧,好奇,我玩一个 你像跳水一样的,你可以感受一下,你感受一下,首先这个,这个的支撑力是什么呢? 对啊,就比较难站住,但是,还行,哇,我擦,走,身体健康的,然后没有特别胖的人,其实一直是有这个能力的,只不过就是说,会害怕,来吧,第一次跳过一次以后就不害怕了,两步,两步往前一跳,然后一个翻就行了, 一个爆锡,是一次,是一次,你背着地都可以,绝对能翻了过来的,你想看,它都没有蹦床,它都可以翻过来,它都没有蹦床,就这么翻就翻过来, 就这么翻就翻过来,对啊,对啊,就是这样的,这个,没有,先起跳,先往前起跳,然后翻, 我觉得这个软垫还是非常舒服的,它不像那个4K的,如果你掉进去的话,出来要出来很久,这个我感觉,基本上还是能够走出去的。 我和乔丹的差距就是一个蹦床,来,好奇,教我一招。 诶,这个可以啊,这个我觉得单板也能用床,这个技能。 来,我试试,我试试。 好,怎么样呢? 就是按按的时候,你身体翘上来吗? 站一下。 这边一共有三个等级,一个是跳这么高,然后呢,一个是跳这么高,然后最后要跳这么高,当然也可以跳那么高,但是我觉得有点困难。 来,好奇,表演一个,跳这边。 对,好奇是第一个突破。 真的,只要,只要不怂,只要不怂,对不对,都能跳上去。 就是说平常如果说没有蹦床的话,我是绝对不可能跳这么高的,所以说有一个抗拒心理。 所以说这个一定不能抗拒,来来来。 诶,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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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哇,吓死我了。 那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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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,下一个。 我觉得还是得不用手,不用手一下。 还是有点锁,还是有点锁,真的。 总有一个要突破自己的故事。 诶,漂亮。 真的,我觉得这个比去贴身房耗体力多了。 OK,我们现在在这三百六十度,就是三百六的旋转。 对,来,我先也是一个,要标准一点的哈。 。 只要往它靠位以后,才转身。 你看,先跳,然后再转身。 对,因为其实三百六啊,需要的挺力其实不是特别大。 所以说像就是更长啊,你看,我得先压下去以后它才能跳起来,对不对? 所以说你压下去的时候就开始转的话,它容易破了。 来,所以说压下去其他一靠,再转三百六。 在这上面都可以,我觉得可以抓满三百六。 对。 我的三百六啊,大家能看到视频啊。 就是说我出去以后,我这个手有时候还往板慢慢甩。 就是我这样起跳以后还掉了。 对,所以说现在我就是尽量让我手一根身笔起转。 对,这样子就会稳得多了。 来来来,试一个试一个。 对,你看,它起跳的那一瞬间,其实身体就已经歪了。 所以说你先直跳,对,你看,先得跳起来以后,然后再转。 没有,你先耐心一点,耐心一点。 你甚至于一开始跳一百八二百七都可以。 不需要那么大拧力的。 你看你,你刚才,你刚才这样一百八都有点往一边斜了,感觉没有。 你看,你看,我觉得你,你那个上升啊,不要转那么快。 就是说这个,如果说你在雪上练这个的话,consequence都是很严重的。 但是如果说你在这个蹦床上的话,会,会简单很多。 而且,而且你一次能练很多个三百六。 像滑雪的话,你就算是全是jump line的话,一次也只能练个三四个吧。 应该。 unique ing 有 欸 你 多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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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音乐 今天还是挺有情况的,我觉得现在已经找到的感觉吧! 漂亮漂亮漂亮 有人连一个吧 这个呢不过大家也别以为我学后空翻就是要 单板上跳空空翻前空翻吧 其实我就是想找一点智空的感觉 就是想找空中不能慌的这个感觉 对啊还有这种冲关模式 你这能挂我就不信了 你这能抓上去啊 不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还得继续抓着两边手这么过去 这靠臂对啊 卧槽 你这你是你老脚上去干什么 不然太滑了开始干 上了去吧我觉得很困难 卧槽卧槽 卧槽卧槽 健身的就是不一样 啊 卧槽 脚离地的 卧槽 你这 你上再上去一个啊 卧槽 你这样子小心头着地 你是新兴吗 你是 你要不放手吧 卧槽还在这么 跳过去 哎呀 卧槽 卧槽 你这赖皮吧 别好奇这臂地还是可以的 刚刚可以 来来来 这这才闯了半关 哈哈 来人渊泰山 哦 你哦 哎不行了不行了 放弃了放弃了 我估计我我这个都过不了 我我臂力不行 我上上肢不太行 哇哇哇 星星二号 来来来来来 哈哈 上了我吃吃 真的哈 不可能的你绝对不可能上这个 你不能听话吧 绝对不可能 我看这么高 这是绝对是 您将您这升级的 绝对不可能上去 明天有可能不行 明天肯定不行 卧槽 我信了鬼了 那么高 差一点嘛 来来来来 我试试上这个铁大家 单手抓住也能让你上去啊 单手抓住我就能上去 好高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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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厉害了 大家上个大火箭哈 好 披着全部上去 披着登顶哈 大火箭大飞机随便来吧 这个难得一见哈 看这边 对对对对 绝对是比这个健身房 好体力的多了 而且今天非常有成就感 领会了一个新动作 就是这个 front flip 对 其实以前一直 但会不会啊 就是没有集中这么练过 真的 你集中这么练一天以后 你就再也不怕front flip 建议哈大家如果说跟我一样 体力差不多的话 不是那种特别差的话 那我是花了15块钱 就是半小时 然后在家 在家里一个小时20多块钱 然后 我发现这边就是unlimited 就是说无限 不限时间的跳 也就30块钱 所以说觉得有点亏 下一次来直接就是早一点来 然后 选一个unlimited 对 然后呢我建议哈 大家还是这个穿长袖 长裤 对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的运动裤 对反正像我这种穿短裤的话 其实 还是挺容易刮伤的 对今天呢这个还是被刮到一点 稍微有点疼 不过还行 对